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Allo 那这个Allo的安装呢,是挺简单的 这个通常都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在Windows里面呢,这个装好以后呢 你运行它,那就会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界面出来 那这界面呢,看起来比较简陋 那它有一个console,有一个监控窗 然后这个监控窗里面呢,有一个大预号 作为一个提示符 那你可以在这个提示符里面呢,打入各种各样的Allo命令 那有一些命令呢,打回去以后呢 这个不会出什么东西 那有一些命令呢,你这个打进去以后呢 它会显示出这个内容出来 那这个窗口的话呢,是交互的啊 那这个如果你这个输入画图语句的话呢 它可能另外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窗口 然后这个把这个一些统计图 一些坐标图呢,画在这个新出现的这个窗口里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菜单啊 那这里用的比较多的菜单的话呢 一个是改变这个工作目录 那你可以指定这个硬盘里面的某一个目录 比如说在我的硬盘里面呢,那我找这个TEMP 这个目录,来作为我的工作目录 那你可以在这个目录里面呢,这个建立一些Allo的脚本啊 建立一些Allo里面经常常用的数据 那工作目录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使用它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这个写路径 那这样呢,可以简化我们的操作啊 那这个是第一个经常用到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地方呢,是程序包这里啊 那我们可以选择安装一些这个程序包啊 可以指定这个我们安装的来源选定一个镜像 那比如说我现在找一个程序包装一下啊 我选了安装程序包 那这里要稍等一下 那我们首先要选择这个镜像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选中国的广州的啊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链书曾经网站 Dataglue给这个Allo捐献的一个服务器啊 那我们选择这个就用自己的 好,然后呢,这里就出现一个可以安装的那个包的一个清单 那这里有好几千个包呢 那我在这里随便选一个吧啊 比如说我就选这个 pcit 那这个包太多了 其实我也弄不明白这个包是干嘛呢 那这个如果你想弄清楚的话呢 你要去那个clang上面啊 打开这个包的说明 它有一个pdf的一个帮助文档啊 可以看看那个文档 然后我们选确定 好,那这个就可以开始这个安装过程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安装还是挺快的 那假如安装这个包需要依赖于另外一些包啊 这个啊,比如说你装这个A包之前 你必须要装B包 装B包之前就必须要装C包等等 那你在装A包的时候呢 它自动就会把这个B包跟C包下载回来 然后装好啊 那这个是不需要用户自己去操心这个事情 那在这个方面呢 这个作为开源软件呢 阿罗呢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到啊 这个非常的细心 这个用户体验也是不错的 好,那这样就装好了啊 那大家如果觉得这个窗口太小啊 想把这个字体把它给调大一点的话呢 你在这里可以选择GUI选项 然后呢把这个字体把它调大 比如说我调到这个16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马上这个窗口就变大了啊 好,下面呢我们学习一些命令啊 那凡是数据分析软件做数据分析这个过程的话呢 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我们首先把数据把它给准备好 那这个准备好的话呢 有很多种情况 一种呢是我们在程序里面呢 这个包含了数据 就是说我直接在阿罗的控制台上面 就把数据手工把它给输入进去 那通常这个数据量比较少的时候呢 可以采用这一种方法啊 那另外呢 你还可以去读这个数据文件 比如说你把数据放在一个文本文件里面 那我们可以通过阿罗里面那些函数呢 把这个文本文件里面的东西把它读进来 变成我们的数据框 那这个呢是和数据比较多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阿罗的不光可以读这个文本文件里面的数据 它还可以读Excel 甚至还可以连到Oracle里面 读Oracle里面的数据 或者呢读其他统计分析软件格式的 比如说SaaS的那种数据 它也能读 那基本上没有这个阿罗不能读的东西 那你只要把那个适当的那个包 把它给装好以后呢 什么都可以读啊 那下面呢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就是我们通过阿罗的控制台呢 来手工建立这个数据 那这里呢主要是用到一个函数叫C 这么简单 这个名字就叫C 用它来创建这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呢 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数列 很简单的一个数列 那这个是阿罗里面最基本的一种数据结构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比如说 X等于C 那后面呢换来用一个国号 一三四二五六三二 再一个国号裹起来 好那这个X就做好了 那我们通过C这个函数的话呢 可以把一个数列把它负给X这个边量 那X现在就是一个向量 那我们看看X的内容 怎么看它的内容呢 很简单 你打一个X回车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这个X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来看它 MODE X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是数值类型 那如果你输进去这个向量不是这个数字 而是字符串的话呢 那这个你看到的可能就不是lummer 比如说我另外做一个啊 Y等于C 那这里面是A 那这个字符串必须要用这个双引号把它引起来 好 那这个是Y 那我们看看Y的内容 那我们再modeY看看 那它可以看到 它是corrata 它是字符类型 那这个是建立向量 那在Arrow里面呢 这个数据就是靠这个向量 来把它组织起来的 好 那这个这里面有一些命令 我就不在Arrow里面去打了 这个比较费时间 那我们直接看这个结果 那大家看 首先看左边这里 我们定义X1 Y等于 这个C函数 建立了X1这个向量啊 然后我们用类似的办法 也可以建立X2这个向量 那这个Lens这个函数是干嘛的呢 是用来看一个向量的长度 那其实就是看那个向量里面那个向 的那个数量是多少 那比如说这个X1 那我们求它的Lens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一共有五个元素啊 那Mole X1刚才试过了 那可以看出它是数字类型 那大家注意一下右边这个写法啊 A1等于C 1冒号10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里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写法 1冒号100呢 其实就相当于1 逗号2 逗号3 逗号4 逗号5 一直下去 一直逗号到100 那这个由于我们写100个东西 这个太麻烦了 它是有规律的 我们可以不必要这样去写啊 我们直接写1冒号100 那就表示从1到100 这边一个等差数列啊 这个公差是1 然后我们验证一下啊 这个Lens A1 那发现它真的是有100个元素 那这个Alabine这个是干嘛的呢 它可以把两个向量合成一个方阵 这个也不能叫方阵 叫矩阵好一点啊 因为它并那个 这个行数跟列数是不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Arlo的意思呢 其实是Rho行 就把X1跟X2呢 按照行来组合成一个矩阵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么输入这个函数以后呢 看到这个输出的结果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另外呢 你还可以C半 那这里C的意思是Column 就列 按照列来把X1X2两个向量组合成一个矩阵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矩阵就竖着 就好像把刚才这个矩阵转了一下啊 变成从横着放变成是竖着放 那这个是用向量 向量合成这个矩阵的两个横数啊 那这个矩阵呢 也是我们在Arlo里面计算的一种很常用的对象啊 因为它是一个表格形状的东西 那这里呢 是几个比较常用的这个统计的函数啊 那我们有了向量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求它的这个平均值 那这里用min这个函数 那比如说我建立一个向量X是从1到100的一个等差速列啊 那我们算它的平均平均值啊 那就打minX 那算出来是50.5 那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对的 因为1加到100就是5050 再除以100再除以100像 那就是50.5了 然后sum这个是求和 maximum这个是求最大值 minimum这个求最小值 然后这个VAR这个是求什么呢 上面这里打错了啊 把小写的X打成大写 所以这里就出错了 那大家注意一下呢 这个Arlo本身呢 是一个区分大小写的语言 那这个包括变量名 这个变量的值以及这个关键字 全都是要区分大小写的 那如果你这个大小写打的不对的话呢 这个运行出来就会出错啊 那这个VAR是什么东西呢 是求方差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雪益那个书 那个这个方差是什么意思呢 那方差其实就是把每一项 减掉平均值以后在平方 然后呢把这些平方和把它给加起来 那这个叫方差 那这个方差 呃这个大小反映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主要是反映了这个数据离散的情况 那这个方差越大的话呢 这个离散的程度就越高 那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方差呢 了解这个数据分布的一个状态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这个PRODOT 那就是连乘 把1一直乘到100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 Arlo能够允许的那个数值 最大的数值还是蛮大的 这个算到10的157次方 它依然还是能算出来啊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SD这个函数是算什么东西的呢 它是算标准差 那标准差跟方差 它反映的内容大概是差不多的 就是那个数据的理散程度 但是计算的公式呢会稍有不同 那这个具体的大家可以参考 那个血液那个书里面的描述啊 那我在这里就不细讲这个数学上的东西 那这里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 那这个Arlo里面这个函数好像五花八门 还是有很多是吧 那这个我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信息呢 那在Arlo里面呢有非常完善的这个帮助的那个体系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有一条命令 是这个MODMOD这条命令 我不知道怎么用 那怎么办 我可以打入HELPMOD 然后回车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马上打开了一个浏览器 那就在这个浏览器里面呢 那展示了这个MODMOD这个函数的一个帮助页面 那大家注意一下呢 它其实是访问本地的一个端口 那在这个端口里面呢 这个Arlo居然打开了一个HTTP的服务 让我们可以把这个网页把它读出来啊 那这么小的软件呢 居然也能做到这一点呢 这个倒是挺挺神奇的 那这里呢 这里有很很详细的这个 关于这个函数的说明啊 那大家这个 如果你的英语很熟悉的话呢 你完全在这里的可以了解到这个函数的用法 那这里有一个符号很奇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于减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相当于是等号 那在Arlo里面呢 等号也可以写成是小于减 那相当于是负值的意思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关于向量的一些写法 以及计算的技巧啊 一冒号十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直接产生一到十 这么一个等差数列 或者说这么一个变量 然后一冒号十减一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相当于把刚才这个向量 每一项都减一 那大家注意啊 一减一就是零二减一就是一等等啊 每一项看 是不是啊 每一项都减去一 然后一冒号十再乘二 这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相当于每一项都乘二 那这个你凡是对一个向量做加减乘除 那其实就相当于把整个向量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都做这么一个运算啊 好 这个二到六十乘二加一 什么意思呢 那相当于首先产生一个二到六十 那这里总共是有59项 对一个书一个一个向量 然后把这个向量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呢 都先乘以二再加一 那就得到我们在屏幕上所看到这个样子啊 那大家再看其他的一些写法啊 A5 那A就是刚才这个向量了啊 刚才这里显示这个向量 它的内容是这样 A5A中国号5这什么意思呢 5就相当于是一个下标 那就是显示A这个向量里面的第五个元素 那我们可以数一下1234513啊 那我们显示出13 然后A中国号-5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我们除了第五个元素不显示以外 那其他元素都把它显示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 这个13是没有了是吧 好 那我们再看A中国号里面 A5什么意思呢 那如果在中国号里面放一个向量 那就相当于说这个向量里面的元素就是下标 那就是说把A里面的第一个元素到第五个元素 把它给显示出来 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A-1到5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到第五个元素 我们不显示 其他的显示出来 那这个-号就有点像这个否定这个意思啊 然后A中国号-C国号-247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大家注意这里面C是一个向量是吧 那以向量作为中国号里面的内容呢 就相当于向量的元素是下标 那就显示A里面的第二第四第七个元素 好那是这个意思 那大家注意这里一定要有一个C函数 你直接写247的话会出错的 就像上面这里写123会出错一样啊 A3到8 那就是显示A里面的第三个到第八个元素的内容 A中国号里面A小于20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把那个A那个元素值小于20的那些元素把它列出来 那其他的话呢 大家自己可以推敲说是什么意思 那大家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了在A罗语言里面呢 这个语法还是相当丰富 而且很简练 那你只需要写很少的东西呢 就可以反映出这个很复杂的一些计算 那在A罗里面呢 有一个Sequence函数 那简写就是S1Q 那它可以按照指定的规律来产生这个向量 比如说Sequence5到20 5第一个 这个起始元素是5 结束的元素是20 那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是产生从5到20这么一个向量 然后它是以公差1来增长 就5678这么一直增长下去 一直增长到20为止 还有这个 这个加上一个参数 那大家注意这个参数的写法都是by 参数等于一个什么东西 那这里是by等于2 那表示什么呢 那表示这个以公差为2来进行这个增长 那从5一直增长到121 那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大家再看最下面这个 这里不是指出by是指出lens等于10 那这个表示什么呢 那就表示说我第一项是5 最后一项是121 那我总共有10项 你自己给我算这个公差是多少吧 那算出来当然是一个带小数点的一个数字 那然后呢我们就给出这里有10项 这个是一个等差数列 那上面这里这条语句呢是出错了 我们在指定lens等于10的情况底下 就不能指定这个by的这个数值 那你指定了反而就化色添足就反而错了 那就是说我要使到这个总的那个 向量的元素的数目是10个 又使到它的公差要是2 那这个实际其实是无法实现 那这两者是互相矛盾 那有一个函数 有一个那个 这个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常数 letters 那这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向量名 那它里面放的呢 其实就是26个字母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向量呢 来随时产生26个字母的那个顺序的向量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呢是which 那大家注意这里这个w大写是不对的 这个其实应该是小写 那在写这个powerpoint的时候 它自己变成大写了 那这个which呢有好几种用法 比如说我们先定一个a这个向量 那which.mass呢可以反映出 a里面哪个元素是最大的 它反回的是什么呢 它返回的不是最大值啊 最大值是用maximum这个函数来返回的 它返回的是取得最大值的这个元素的下标 是多少 是第11个元素啊 那我们可以数一下 刚好数到8这里 那这个是最大 那这个是第11个元素啊 那which then minimum 那这个大家都能猜出来 就是哪个元素是最小的呢 好那我们如果要算 要算这个最大值的话呢 可以这样子啊 a中国号 里面就是最大的那个元素的下标 那这里就是a中国号11的意思了 是吧 那返回就是8 那我们还可以用witch来算 哪些元素是等于2的呢 那我们可以算出第一个啊 这个是等于2的 所以这个下标1被返回 然后第4个也是2 那下标4被返回 然后呢 这个还有这里第9个也是2 所以下标9被返回 那这个呢 witch呢 专门是反映 返回各种各样的下标啊 然后这个我们以149 重新给a去这个 来算它的元素值的单 就是全部都是2了 那这里witch a大于5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哪些元素 它是大于5的 我们把它的下标把它给列出来啊 那结果呢 我们得出687啊 这几个元素 它是大于5 然后他们的下标呢 它分别是7、11、13 那这个witch的函数呢 在这个做查询的时候 做query的时候是很常用的 那还有这个witch函数 R1v 那witch有什么用呢 就是把一个向量把它颠倒啊 那本来比如说像这里啊 这个向量本来是从1一直到20 那你对这个a这个向量用了vr以后呢 发现了这个颠倒了一个个儿了 从20到1啊 变成是 然后sock这个函数是干嘛的呢 那当然就是排序啊 它可以把一个向量把它排序成一个新的向量 那这个排序的结果呢 就是从小到大把它排好啊 那这里有一个升程矩阵的函数metrics 那这个函数比较复杂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屏幕上的几个操作啊 我们首先生成一个向量A1 它的那个元素呢就是1到12 好 大家注意这个写法啊 matrix A1 nrows等于3 ncrumb等于4 那这个是用A1来生成一个矩阵 利用A1来生成一个矩阵 那这个矩阵是怎么生成的呢 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指定的话 我们一般是按列来数啊 就123456一直这么排下去 那这里告诉你nrho等于3 就说这个矩阵必须是三行的 所以我们数到3以后呢 那我们必须要绕回去 再在第二列里面这里数下来啊 456生成第二列 然后再绕回来789生成第三列 101112生成第四列 那在nrows等于3的情况底下 这个列数当然等于4了 因为我们要3412 那这个乘起来要相等才行 那不相等的话 这个语句就会出错 那这里的话呢 是nrows等于4 要4行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里就变成4行 是吧 那我们呢 还可以有一个选项 大家看右边这里啊 byrow等于2 这个t是2的意思 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按照列来这么绕过去 我们按行来绕好不好 那这里用byrow这个选项来决定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用了byrow以后呢 我们就是按照行来绕 那这个向量呢 通过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绕出一个矩阵出来啊 那这个矩阵呢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生成 下面呢我们看一看这个矩阵的计算啊 矩阵的一些运算的方法 那这里矩阵的运算是这样的 比如说啊 这里有一个函数叫t 那这个很简单啊 t 那这个函数呢 是对矩阵进行操作 它里面的参数a 必须是一个矩阵 它能够实现什么效果了 它能够实现矩阵的转置 那大家对对照一下a 跟这个ta这个结果 那你就知道转置是干嘛 那大概就是 行变列 列变行 这个这个把它调一个个 还有矩阵相加 那两个矩阵要能够加起来的话呢 他们必须要有相同的行数 跟相同的列数 那这个相加其实很简单 那这个就是把矩阵对应的位置上的元素 把它给加起来就是 那好像我们这里呢 都有这个 a是这个矩阵啊 然后b也是这么一个矩阵 那a加b是什么呢 1加1就是2了是吧 然后这个4加4就是8 如此类推就这么加起来啊 那a减b是什么意思呢 那当然就是对应的元素相减 那减出来当然就是全部都是0 矩阵相乘 那矩阵相乘呢 不是a星b啊 大家注意 a星b呢 只是对应的元素相乘 那个不是我们矩阵相乘的 不是矩阵乘法的意思 那矩阵乘法呢 要a百分号乘百分号b 要这么来写啊 那这个矩阵相乘是怎么乘的呢 那我在这里可能这个很难描述了清楚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去看一下 血液那本书里面关于这个数学的这个部分 或者呢你找任何一本线性怠数 或者高等怠数的书 啊你可以你们可以找回那个以前你在大学里面那个高等数学的课本 讲线性怠数这个部分 都会讲到矩阵是怎么样相乘的啊 那你看看就行 还有这个diag这个函数是干嘛的呢 求对角线 那假如一个矩阵它的函数跟列数相等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叫方阵 那这个方阵呢 我们可以找出它对角线上面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方阵里面的那个对角线元素呢 就分别是161116 那我们用diag的话呢刚好可以返回这个对角线 那这个diag这个函数呢 有时候不一定是对这个矩阵来做的 它有时候可能是对一个向量来做的 比如说大家看一看这个啊 我们这个diaga 那求出来是一个向量161116啊 我们再把它diag一次求出来是什么呢 那就是以这个向量作为对角线 然后其他元素全部是0 这么一个矩阵 那这种矩阵呢 我们有些时候呢 也会称为叫对角线矩阵 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只有对角线上有值 其他都是0 那还有一些时候呢 这个diag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标量 比如说可能是一个数值 那这个就表示要产生一个接数为指定数值 比如说4 那就4阶 产生一个4阶的单位矩阵 那单位矩阵的意思就是说 对角线上面全都是1 那这种矩阵的话呢 这个结构特别的简单 那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怎么样给矩阵求力 那我们首先看这条语句啊 这条语句什么意思呢 Alarum16这个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是按照正态分布产生16个随机数 按照正态分布 它不是均匀分布啊 是按照正态分布产生16个随机数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小数点 都是一些很古怪的数字是吧 那这个就是产生的随机数 然后呢我再把metrics用metrics 把产生的这16个随机数 那它其实是排下排成一个向量的形式 变成一个4乘4的一个方阵啊 变成一个4乘4的方阵啊 变成一个4乘4的方阵 那就是这个A 怎么求A的立矩阵呢 用这个SOFT这个函数就可以搞定 SOFT A那求出来就是立矩阵 那立矩阵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那个血液那个书 或者相亲代书的教材 那这个SOFT函数不光可以求立矩阵 还可以解方程组 那这个怎么样解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方程组是AX等于B 那A是这个矩阵B是这个1到4这个向量 那如果用我们这个比较明白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这个方程组的话 就是0.095乘以X1再减0.2什么什么乘以X2再减0.93几乘以X3 再加1.06什么什么乘以X4等于1 那这个是第一行 那如此类推我们可以推出第二行是什么什么东西 那这个用矩阵表达的话 就是A在层上一个XX是一个向量 X1到X4 组成的那个向量等于B 那我们解这个方程组怎么解呢 很简单 SOFT AB搞定 那解出来的结果就是X1等于1.847 X2等于0.969 然后X3等于-3.19什么什么 那这个在阿鲁里面解一个线性方程组是特别特别简单 很快就可以搞定 那这个是求矩阵的特征值 那这个特征值跟特征向量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要 大家看数学书 那大家如果数学书看不明白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论坛里面进行这个互动的讨论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细讲这个数学是什么 它的数学背景是什么 那这里求特征值的函数呢是Agen EIGEN 那我们用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求出这个矩阵的特征值出来 那特征值求出来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求出相应的特征向量 那这个操作都在这里 这个大家可以看明白 好 那这个是关于向量跟这个矩阵的操作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